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说星期五下周到1点 懲教署一个50岁的一级懲教助理 下班离开碧屋监狱之后 沿着天桥去到对面的巴士站等车 期间一架套上假牌的私家车停在他的5米距离之外 之后三个蒙面的男人下车 自长条硬物向他撕集 大约10秒之后开车逃去 受害人的头上肢一共六处有5至15厘米的裂箱 右手手换骨折 情况稳定 而疑犯逃走的时候 撞到附近一对路过的母女 他们受轻微碰撞 经过治理之后已经出院 警方事发之后 随即在全港各区展开追捕 星期五以串谋商人罪 拘捕8个本地男人 大乎16至37岁 包括一个在案发现场指挥的男人 他们大多都是模拟或者做散工 全部有黑社会背景 有关襲击的动机 警方仍然是调查当中 暂时没有证据 显示这个襲击和受害人的财政 或者私人生活有关 警方是严厉谴责 今次对公职人员的撕捕行为 以及个别不法分子 目无法己的行径 消息指其中一个在柴人士 因为不满那个承教处职员 于是买空找人撕集 警方正是继续调查案件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拘捕一个非华裔男人 涉嫌抢劫和伤人 据了解 遇劫的是一个幽班警员 观众提供片段看到 两个男人在尼亚地西贡街 和尼敦道交界狗潜 其中非华裔男人手持三国刀 消息指一个幽班机动部队警员 凌晨在尖沙咀酒吧消遣之后 走到尼亚地的时候 被一个非华裔男人抢劫 又用三国刀襲击 有市民目击案件报警 警员的手、脚和颈部受伤 送去伊利沙白医院治理之后 已经出院 警方区报告14岁中学生 涉嫌和三宗差差外是谁骗案有关 涉本达到55万 警方压价14岁的非华裔疑 反到警署调查 他报称是中学生 西区警区上个月接获 三个75至84岁婆婆报案 怀疑受骗 都是收到一个自称是儿子 代表律师的电话 声称他们的儿子 因为刑事案件被拘留 需要大量的真金保释 三个人按指示 在住所附近交钱 一共损失55万4千元 警方翻查白露电视片段 追查收款男人 最后在上水拘捕的疑犯 正是调查他 是否涉及更多案件 并且催查诈骗款項的下落 国际方面 他来美国大选只剩下三天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近日攻击党友前众议员尼茨前尼 宣称要用枪瞄准他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錦麗 批评他仇视政治对手 应该取消参选之格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星期五到关键摇摆州之一的 威斯康星州拉票 呼吁支持者踊跃投票 他星期四在阿里桑那州 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 说和熟共和党的前众议员 尼茨切尼是鹰派 又说想知道他被人 用枪瞄掌会有什么感受 尼茨切尼说特朗普发表 相关言论是独裁者摧毁 自由国家的方式 以死亡威胁反对他的人 他更加强调民众 不能将国家和自由交给特朗普 至于阿里桑那州检察长 正在调查特朗普相关言论 有没有违反那个州的法例 里茨切尼是美国前副总统 切尼的女儿 不单多次批评特朗普 形容他非常危险 上个月更加倒光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何锦丽站台 至于何锦丽在星期五 同样到威斯康星州拉票 他批评特朗普 将政治对手视为敌人 认为要取消对方的参选资格 另一方面 何锦丽团队成员接受老透社访问 说特朗普一旦在美国大选 点票期间俄清自己胜选 他们将会透过电视和社交平台 驳斥他 并且呼吁选民等待官员点票结果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导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 日期不正确的邮寄选票 不会计入大选内 另外 多个超级英雄荷里活影声拍片 呼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 关键摇摆州之一 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 这个州最高法院裁定 日期不正确的邮寄选票 不应该计入大选结果入面 截至当地星期四 在160万张邮寄选票入面 大约有9000张选票 缺少保密信封签名或日期 代表这些选票将会作废 但现在法院允许相关选民 即使邮寄选票不被接纳 仍然可以在大选当日投出临时选票 并继入大选结果入面 共和党曾经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说奔直发尼亚州最高法院 散夺州立法机构的选举管理权 又说在邮寄选票入面出错的选民 他们已经作出选择不应该有权再投票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民主党就认为部分选民的邮寄选票不被接纳 他们仍然有投票权利 另一方面 再有美国影声表态 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錦麗 多名曾经拍摄超级英雄电影的影声 包括铁甲旗核罗拔堂尼 美国队长基斯伊云斯 黑寡虎施加利组安信 便迎合伊麦克雷法路等 拍片上载到社交平台 呼吁选民投票给何錦麗 无线电视记者梁祝慧报导 有美国媒体形容 今次总统选举是近代最激烈的一次 民主共和党候选人 民调支持度差距小 胜负难分 也都反映民众政见越来越对立 李卓謙在加州和两派的华裔支持者谈过 是 我认识过的 我有这家店三十年 没试过别人进来 那我进去厕所 鎖在这里 又不记得拿东西 特朗普说得对 特朗普一定是资本来上 所以我哪个都不选 我也是选特朗普 是的 访问人们支持特朗普 我很开心 是的 你说开大派对请你吃饭 我很开心 总之你是支持特朗普 是的 这几年来又是从 红色鸭嘴帽 你要戴上三藩市改革才行 戗衫加上略为大马的西装外套 我只有一个支持特朗普的候选人 她是三藩市市长十三个候选人里 唯一的共和党代表李爱臣 你支持我 除了迎刺特朗普 想法都可以说是同出一切 我撑他们不信了 不见了很多生意 单趟有六成的生意 你想想十间店铺 有六间都撿鬼了 假传媒一天在唱歌跳舞欺骗我们 加州是民主党坚实票仓 在选举人票制度下 州内的共和党支持者 普选票不过半 他们对总统人选的意愿 选举人票不会按比例反映 我买好鼻弹衣 他一宣布我成为市长 我就穿鼻弹衣出街 因为那些人是神经的 这些人是邪恶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保守派的人 保守派的意思就是 婚姻是一男一女 毒品就不要当保品 业主要收到租 你如果是无家可归 要找工作 我最喜欢特朗普 就是美国第一 如果你要移民 就不是大开关口 好像毒品那样进来 你要申请 一看到特朗普赢了 我就真的立刻流眼泪 赵翠薇在三藩市全球办公室 为当地招商引资 他说近年听得最多 是进出口业界最怕 李国招令直改 他曾经在2003年三藩市地区检察官选举 他帮何锦麗助选 说希望对方今次更进一步 卡尼拉其实是第一 很有主见的人 还有我觉得她很有气势 她一走出来 你知道她是老板 第一很清晰 第二很会亲近 三人不担心 也知道她身边很多人 是真的聪明人 我觉得很大信心 美国不少人提前投票 在部分的州 已经投了票的人数 创了历界同期新高 有分析又相信 今次选情紧臭 民主共和两党的坚实支持者 已经掉了态 今次其中一个关键 将会是少数未投票的游离选民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 在美国三藩市报道 稍后还会报道 红花靓郊的公园开幕 稍后介绍下有什么特色 回来新闻时间 食食圆原定九月举行的无人机会演 因为天气问题 未能顺利举行 改期后在今晚7点 顺利在湾测海滨上演 第一幕先由2000架无人机 组成一对大红猫龙凤胎 在空中向大家揮手 之后有不少王大仙持元素 包括王大仙宝殿 抄出上上签的签筒 祝愿国泰文安 风调雨顺 不少得的当然是主角王大仙 整个无人机表演 全场大约是15分钟 吸引到不少市民和旅客欣赏 香港第25个交易公园 沙头角红花岭交易公园 在今日正式开幕 《红花岭交易公园》 位于新界东北边境沙头角 占地大约530公顷 双连深圳吾铜山山墨 山上有超过500种植物 包括红杜菌、土尋香等 西北面有百年历史的莲麻坑村 用于边境防卫的墨景图碉堡 亦有40年代最大采矿系统的莲麻坑矿场 年底完成活化后将开放 環境及生态局局长謝展环 和深圳市代表主持开幕禮 《红花岭交易公园》的设立 是有助我们保育生态、活化历史 让大众欣赏和体验 另外大家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红花岭交易公园》在地理上 和我们深圳不同山的风景区 一脈相连 我们看到在那边环绕过去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 连接两地的生态浪道 郊野公园设有两条远竹径 《红花岭》和《莲麻坑交友径》 分别长3.5公里和2.6公里 设有资讯板、路标和标距处 亦加设观景点等 另外为慶祝国庆75周年 鱼龙自然护理处举办 发现《红花岭交易公园》 远竹挑战赛 参加者在明年2月前到两条交友径 指定8个地点打卡集齐奖章 可以换领奖品 渔户处又说 《红花岭交易公园》的两个出入口 和行山径都没有补给点 途中也没有退出的路径 提醒市民要结伴同行和量力而为 《无线迪斯》记者 郑希敏报导 七届英式桌球世界冠军奥苏利云 经幼才计划成为本港居民 勞工和福利局长孙玉涵说 人才办未来会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 绝号火箭的奥苏利云 经有财计划申请成为香港人 老公及科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 反映香港有卸自言乡 并不像外国传媒批评那样差 而人才办已去到马来西亚 加拿大、英国等地 吸引海外人才来港 未来亦会更加主动邀请 奥苏利云这次事件反映了 如果有些很顶尖的人才要自己申请 其实他未必过都愿意 不及我们主动邀请他 他的感觉会更加好 希望成功率会更加大 在优财计划下 会推出一个主动邀请类别 我们还在订细节 至于高财通A类申请人 即是年薪达到250万港元 他们第一个签证期限由两年延长到三年 孙玉涵说延长年期 可以令他们有更好的规划 对于早前有大学 揭发有学生用假学来入学 高财通计划又如何罢关 我们现在优财计划很清晰 根据人力资源推算 四年之后本港欠十八万人工作 当中六万人是技工 欠缺人手比例近一成半 从事这些叫职专工种 前途是很好的 但不容易改变世界的看法 无论是职训局或者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的雇员再培训局 都想办法提供这方面的培训机会 和投放资源 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 有很多某些工种 香港人不喜欢选择 我们都要面对将来 那些我们要考虑是否 用我们新提出的技术工种专材的路径 引入一些年轻的技术工 他强调必定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 毛鲜事机就在刘晋玉部下 加拿大将会大幅削减新移民 为港人设立的救生艇计划 处理申请时间近期明显增加 据报有港人组织担心 计划或会提早结束 加拿大移民部上个月24日宣布 未来三年的移民规划 香港人救生艇计划 是属于人道及体出类别 配额要和乌克兰及苏丹移民竞争 未来三年透过这个类别 会接收上述三地21,200名移民 明年会有一万个配额 但后年就会大幅减少到6,900个 2027年会进一步减少到4,300个 加拿大移民部指出 今年1月至7月底 透过人道及体出类别 提交永久居民申请的港人数字 持续增加 已经达到9,345人 处理获批时间由4月时的6个半月 增加到7月时的11个月 移民部又说 如果港人在今年入址申请永久居民 但到12月底仍未获批 就会继入2025年的配额内 换言之 职额的申请越多 之后三年实际可使用的新申请配额 就会越少 加拿大在2021年起 被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港人 经人道及体率类别下的救生艇计划 获取工作签证 再过渡为永久居民 有加拿大移民顾问指出 赶达美班车已读书途径移民的港人 其毕业工作签证不一定会获得批准 而透过工作签证 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竞争会越来越大 等候时间也会变得漫长 据报有港人组织担心 救生艇计划或者会提早结束 报线电视记者麦伟光报道 据报一批被派到俄罗斯前线 和乌克兰交战的北韩士兵 接近全部阻亡 北韩外长崔茜基就强调 北韩会以无反顾地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社交平台流传一段片段 声称是一名和乌克兰军队作战受伤的北韩士兵 头上包着沙布 表示他们一队大约40人 在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被俄军派往前线作战 遭到乌军大炮和无人机攻击 全队只有他一个人倖存 又说俄军没有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 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欺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就报道 乌军上个月25日在库尔斯克首次和北韩军交战 而北韩军队只有一名士兵生还 又说北韩最终会派遣8万8千名军人去到俄罗斯 美方日前表示 北韩已经派出1万名士兵去到俄罗斯 其中8千人未来几日会被派到赫尔斯克地区作战 北韩外长崔善基到访莫斯科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 崔善基强调北韩会坚定和俄罗斯一齐 拉夫罗夫感激北韩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支持 另一方面加拿大和南韩的防长和外长 星期五在加拿大举行会议 上方谴责北韩缓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会令到紧张局势严重升级 甚至威胁欧洲和印太地区安全 南韩外长赵对列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会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赵对列表示会视乎北韩士兵的参与程度 以及俄方用什么来回报北韩的军援 强调会考虑所有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布特 中国和印度军队据报 在边境交换礼物 慶祝印度节日 印度传媒报道 两国军队上星期四 在拉特克东部边境地区 交换礼物并且合照 慶祝印度牌登节 印度军方早前说 两国军队上星期三 完成从边境两个对视地点后撤 中方说 中印双方就边境有关的问题 达成解决方案 目前双方一线部队 正有罪敢推进落实工作 全台会有时事是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华北黄淮地区多个省市 过去几日开始天气的質素 空气质素麻麻 周末又出现没有天气 北京部分地区 上午的能见度不够200米 机场的运作一度受影响 由高空望下去 首都北京变成暮都 高楼大厦有一半 隐身在大暮之中 由列车望出窗外 只是看到一片白蒙蒙 气象部门说 受到大暮天气影响 北京多地出现 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龙墓 指示牌都显示提醒自据 市区一片朦胧 想找路都有些难度 虽然大霧笼罩 但在北京环球影城外面 一朝早仍然有大批游客等候入场 在这个十字路口 对面的交通灯若隐若燃 能见度不足 驾驶人士都小心翼翼 车速比平时慢 北京河北等地过百条高速公路 早早因为能见度不足 关闭部分路段 北京两大机场航班升降 亦都受到影响 多班航班而误 直到中午 首都机场能见度 回复到1200米以上 航班运行逐步恢复正常 河北省部分路段 下午起农墓消散 当地警方就安排警车带路 引渡制留当地的车上高速公路 汽车部门说 受到强冷空气带来的北风影响 去到星期日中午左右 大雾会陆续消散 各地能见度会明显好转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以中老年人为目标观众的短剧 近年在内地拥有庞大市场 观众看完免费集数之后 需要经指定方式充值购买鱼下集数 但有意见质疑部分平台存在收货陷阱 要求加强监管 随着互联网普及化 网络短剧有如雨后春春的涌现 内地近日有机构就发表报告说 长到不超过15分钟的微短剧 成为影视行业的黑马 但是今年市场规模 就将会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预计三年之内增加到1000亿元 今年更加有多部 以长者为目标观众的短剧 播放量达到过亿次 但这些短剧并不是完全免费 观众想追剧 就要付钱解锁剧情 遭奏庞大商机 但有意见就认为 充值的规则过于复杂 又有自动续期等价隐藏式收费 有内地律师也指出 相关平台需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市民在收费的过程中 他要明确告知如何经营收费 看完所有节目之后 他的收费标准如何 他又建议可以建立长者防沉迷模式 同时针对长者设置付费上限 给他们利盛消费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澳门后任行政长官陈浩辉到北京 接受中央任命之后回到澳门 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他和新班子 要坚定不移落实好一国两制 推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 陈浩辉星期五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 获国务院总理李强颁法国务院令 任命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 陈浩辉反抵澳门之后见记者 说获任命深感荣幸 感到责任重大 他引述习近平提到 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民族 和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度 中央将会确保澳人治澳等方针 不辨形、不走仰 特别是要求我 要有这种担当精神 坚定地负担起 特别是行政区第一阵人 这个角色 会和澳门各界 巩固发展好澳门25周园 一国两制 又特色的一国两制 所取得的成就 陈浩辉又说 习近平十分关心澳门的民生 和国安问题 很重要的是国家的安全 主权和发展利益 我们一定要维护好 执行好 这方面将来 我们要在机制上 制度上要进一步完善 经济多元发展 也是主席和中央领导 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他又说参选期间收集到不同意见 会对应他未来的施政路向 从问题到向选择新班子 今个月内会提醒中央任命 母先烈士记者浙月文报道 山东省和南韩经贸与人员往来密切 有当地南韩华侨希望 透过两地更多交流 消除近年南韩民间对华记误解 林婷婷在山东烟台报导 山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和南韩人邨 隔着旺海 搭飞机来往两地只需要一个多钟 因地利之变 南韩华侨超过九成组织山东 而山东也有大约十万人的 韩裔常住人口 当中大约五万人住在烟台 南韩虎山人尹盛换移居烟台三十年 是山东为他的第二故乡 有教堂还有有朋友 还有会说韩国话的中国人也有 韩国人都觉得山东是一个 一家的感情也很近 去韩国的话去外国的感觉 回来了我会留家的感觉 56岁的陈瑞麟是南韩第三代华侨 他爷爷1914年为了逃避战乱 由山东走难到仁邨 之后在当地落地山根 没有回过去中国 他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 哪一天你一定要回去 看看我们老家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1990年 他和父母第一次回到烟台 全部的人都在说我们的家乡话 让我感觉到好像到家了一样 心里就有那种想法 哪一天我回来 在这里定居就好了 七年前 陈瑞麟带着太太和子女 一家人移居到烟台 并且开了一间韩式餐厅 现时在烟台的韩之企业有大约700间 很多西方媒体对报道的一些新闻 就是非常对中国有点不利 还有就是说有点虚假 还有误会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韩国人 到了中国来 就会看到真正的中国 他们亦都期望两地的交流 不止是聚焦商贸合作 亦都可以举办更多青年交流活动 让南韩和山东的年轻人 可以更加理解各自的文化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在山东报道 中国太空站科学实验设施的景象平台 近日在北京正式投入使用 平台会同步进行 神舟19号任务中的实验 比较重力对结果的影响 这里由科学实验柜到相应的配电 楼体生意等仓内外公共支撑设备 都是以一比一比例仿照中国太空站设置 中科院专家就形容 这一道等同太空站科学实验镜像平台 两边的实验系统同步运作 神舟19号任务预定要进行的实验项目 相关在何和软件等 都在这一道完成地面验证之后才性控 专家说平台除了允许行天员 在地面熟习实验操作过程 计划在太空进行的科学实验 亦都可以透过平台试行 万一载轨操作出现问题 亦都可以在地面排查故障 并且验证解决措施 又可以进行天地比对实验 天上做实验 然后地面上同步开展实验 这样在同样的条件下 只是微中力不一样 我们去进行比对 看实验效果有什么差别 看两种不同的重力因素 对于实验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国太空站同时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 由建成开始已经进行多项科研活动 辰十九柱楼太空期间 将会进行86项科学研究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回来新闻时间 本港第三季零售数据未见好转 有店铺说要以折扣吸客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政府免收猜响 协助商户度过难关 太古城这间女装店 即使周末人流都不算多 负责人说生意自疫情开始明显转差 通关后也没有好转 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同期 录得双位数跌幅 现在主要靠熟客维持生意 新客就比较少 要推出不同优惠给客 经济下行 大家都看不通市房 普通的客户 就其实会很明显 去到大减价 或者去到很优惠的折扣 他们才会买东西 比平时他们审慎了很多消费的医护 在旅游黄区占沙咀 也不见太多市民和游客有收获 来到香港之后很贵 所以可能在当地买会好些 本港零售销售连续七个月下跌 本身经营连锁时装店的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 预计租约到期后 业主才会调低租金 希望未来两年 当局可以免收猜箱 他的猜箱是看去年前 租金收我的 因为他今年未有数 租金一直回落 所以所有零售商 这一两年比的差响 未以上的百分比 实际上不止 所以如果他可以欢迎到 是帮到很多 其实帮什么呢 不是帮我们可以生存下去 是帮我们熬到遭约到期 他又认为店铺应该推出 性价比高和创新的产品自救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言不得 个人私隐专员公署 关注社交媒体平台 利用用户的资料 训练人工智能系统 联同全球15个机构 发布联合声明 提醒社交平台要保障用户资料 个人私隐专员公署 日前联同全球15个私隐 或者资料保障机构 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关注 提醒社交媒体平台和相关网站 有责任确保个人资料受到充分保障 私隐专员钟丽玲指出 社交平台用户要留意 平台以预设默许 即是不反对 就代表同意的形式来收集资料 全球性的私隐保障机构 都会这样看 我们会觉得预设的设定 应该是给用户有个选择 让用户真的同意或不同意 就不是预设了用户是同意 然后才等他 你这样用我的资料 接着我就说我不同意 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 我们都是鼓励 机构都真是给一个选择 给用户 他说非法揭取的个人资料 有机会放到暗网出售 用来网络攻击、身份盗窃等等 至于是否需要立法规管 人工智能揭取个人资料呢 在安全方面 是否真的要 譬如好像欧盟那样 有一个人工智能法案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 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就看看譬如其他司法管车区 有一些特定的 规管人工智能的法例之后 它的影响或者它的效果是怎样 会不会反而阻碍了人工智能 某一方面的发展呢 他又说现时本港的私隐 或者版权条例等等 都可以规管不恰当的资料 搜集或者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南韩在野党指控总统韩石月 在前年推举助手参加国会补选 有干预选举之嫌 总统府否认相关说法 最新民调显示 韩石月的支持率创新低 南韩在野共同民主党 在过去星期四公开 据称是总统韩石月 和一名政界人士的对话录音内容 日期为2022年5月9日 也即是韩石月就任总统前一日 录音内容提到 韩石月认为自己在参选总统期间 助手金影宣孔卖力 希望推举他为候选人 应对同年6月国会补选 在韩石月就任总统当日 执政国民力量党 推荐金影宣为慶上南渡 昌原市选区候选人 他也顺利当选议员 对于在野党质疑韩石月干预选举 南韩幕僚长否认相关说法 说根据南韩大法院判例 口头推荐某个人 发表类似个人意见并没有问题 加上韩石月被录音当日 只是候任总统不需要履行公务员的中立义务 总统夫就说 当时政界人士不断推荐金影宣 韩石月只是委员回应 时任国民力量党党魁李俊石 在社交平台帖文 他认为推荐候选人没有问题 韩石月被指干预选举 加上夫人金健熙捡入收受名牌手袋风波 当地最新闻调显示 韩石月支持率只有19% 是他上台两年半以来首次跌破20%关口 至于不支持率有72%创新高 无线电视记者梁竹卫报导 美路警员打扮成超级英雄 在曼盛节前直采取数读行动 拘捕四个人和收出毒品 警方特种部队 趁着星期四曼盛节前直 巡查首都利马多个地区 其中两个警员打扮成超级英雄死士同浪人 借此降低毒化戒心 警方在屋内收出毒品、清凉工具 以及贩毒交易的现金 当场拘捕犯罪组织四个成员 警方说 在派发糖果给小朋友的期间 收到毒品的线索 借以采取行动 亚洲大黄蜂是一种入侵瑞士的外来物种 对当地的蜜蜂构成严重威胁 这些专家要采用高科技才能够对付到他们 他们用什么的方法呢 一起看看吧 勤劳的小蜜蜂每日努力采花蜜 为人类贡献美美的蜜糖 而最令蜜蜂提心吊胆的就是不采花蜜 入侵瑞士 他们比起欧洲大黄蜂更可怕的地方 是可以沿浮飞行 长期埋伏在蜂巢外面 令蜜蜂不敢外出 采不到花蜜 养蜂人因为这样损失惨重 大黄蜂除了掠杀蜂 也会刺人 为了对付他们 瑞士的生物学家在大黄蜂身上 安装信号发射器 追踪他们的巢越位置 这种微型发射器的重量只有18克 安装的过程要小心翼翼 既要慎防大黄蜂的毒针 又要避免伤害他们 否则就前功尽废 所以安装前要先向他们喷麻醉药 装上发射器之后 就可以放虎归山 用天线接收信号 找隐藏在树上的大黄蜂巢 找到目标之后 就交由消防员和义工出马 将伸宿杆插入巢越 噴射杀虫药 几日之后 当确定大黄蜂都死了之后 才可以将巢越移除 若不移除的话 很快又会有另一群大黄蜂入住 但是日内瓦追踪器 已协助清除了百多个大黄蜂巢 不过消防员说这些巢越 数字不尽 不可能彻底铲除 只能够尽量减少他们的数目 无线事机仔梁永山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完再见